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附近有些大行似乎出了报告 好像松手了一些 有些游戏版号又可能会开出来 隔了两天后又不是的 直接成立了一个国家的反垄断组织 的一个对目去控制这件事 其实是不是这件事 就算股息低 在回应投资者提问的时候 你都比较难给建议 究竟是否适合的时候去买 我觉得投资市场的投资者 股民是很敏感的 其实对于这个政策 一觉得有新的东西 就觉得好像不是很对路 但是最后你要看本身这个行业 这个企业的业绩 和它的前景究竟如何 虽然政策会一直有来 一会儿又说data的privacy 你怎样保护资料 网络的安全 很多很多东西 其实一直一直有很多东西 会出售 因为以前没有怎么管 现在去管的时候 就会一直有新东西 在这个时候 其实最后你要看 不是要令到它临 其实是要把整件事 structure 令它有一些规范 在这个过程之中 其实是一个机会 最重要是看那个行业的前景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互联网 这个行业 或者是游戏也好 或者是电商也好 究竟这个前景是否在 究竟它的用户是否在增长 是否在互联网的时间 一直在增长 即是有很多基本因素 真的要去研究它 有一些可能都没有赚钱 但是它的估值又高得不得了 我又觉得这个时候就不要去追 但是反而大家好像很担心的时候 自己去看看是否真的有前景 互联网方面 大家可能就适时找一些位置 就要去做一些 譬如仓位上的调整 而中美货力争拗方面 其实也和互联网相关 或者是内房 其实全部都扭住了 之前我见两位最高级的 拜登和中美领导人 其实都有一些电话会议 好像想合作 但是还有很多 包括审计制度 退市问题 那些都是没有什么 breakthrough Berry觉得这件事 在明年 会是在大家的经济 都面临着疫情的打击底下 会不会先缓解一下 让大家先输一口气 我觉得中美的关系 他们真是 in a way 是complete 譬如科技 大家都想要做科技的龙头 是的 没错 有些真的complete 但有些他们又要合作 譬如气候 这些事情 怎样可以減碳 怎样可以帮一下 气候变化 可以减少的伤害 这些事情 他们很多时候又要合作 所以其实就 你说国家和国家中间 它当然有一些事情 它是有argument 但是它有一些事情 它一定要work together 所以其实又不是真的看得那么差 他们需要的时候 是有用的时候 就一定会变成好朋友 但是他们有一些事情 他们真的 摆明了他们就是竞争的了 所以这个事情 大家都要看 不是真的完全是破坏性 但是就是有一些时候 他们又会出来做好朋友 能不能 把这些心情还掛怨 这是这些体微有 像剧院可以做的 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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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院